所以很多事情为什么越搞越糟 就是很多人已经错了 继续犯错 这就是我们说 不管什么事情要念经 会消掉你的气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如果你要想发脾气的时候 你有本事呢 耳朵不要去听人家讲什么 你就念一遍心经 这一遍心经也就三十秒 差不多吧 你三十秒念完一部心经 再来想这件事情 三十秒就可以让你冷静下来 听得懂吗 这心经就是 拨正你心灵的方向的 我们不管什么事情 首先要静下来 要以别人的心去想自己的心 我今天讲他话了 他会怎么想 今天他难过了 你是不是开心啊 你得到了什么呢 你今天让他痛苦了 你得到了什么 你什么都没得到啊 你只是得到一种感觉 你看我气死他了 你说这种感觉会造成什么 造成对别人的伤害 可能还会造成对你的 这种没有意义的气去受他干嘛 所以不要以我自己的想法 去做任何事情 你才会跟菩萨一样的心 因为菩萨从来不会伤害别人 因为菩萨总是为众生而想 用自己的心去温暖别人的 这就是真如实相 所以人家感受到温暖了 听了你的话开心了 因为你给他带来了温暖 因为你给他带来了幸福 因为听到你说的话之后 他感受到了菩萨的存在 那么你这个人就是拥有了世界的思想 因为你知道帮助别人才能改变自己 你会得到安宁和喜悦 你让别人开心 你怎么不得到喜悦呢 你今天写几个字让别人跳起来 说一句话让别人闹起来 对不对 你做一个动作让别人骂起来 你难道是一个菩萨吗 所以众生的满足 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有的时候你只要对这个众生说几句好话 感恩他 你就不会太痛苦了 因为很多人一听语言之后 他会满足的 一满足之后 他就不会痛苦 当他不痛苦的时候 他容易找到光明 他找到光明了 他会拥有永生 要想找到永生 首先要过得快活 过得开心 这种开心从自我心 身心的调节 从别人给你的爱 从你对佛法的理解 和对世间的理解开始 你会得到不生不灭的智慧 什么叫不生不灭的智慧呢 因为人的智慧实际上是用不完的了 很多人傻傻的以为我做人 哎呀这个智慧没了 不是的 不生不灭的智慧是什么呢 圆满 平和 心要平和 做事要圆满 要学会宽容 要自心明白 你一个人想帮助别人 你自己心中要明白 这样的话 你的人生会变得 非常的光亮光明 所以 无苦 没有苦 无苦即灭道 就是 这样的话的人 才不 不枉费在人间的 他走一遭 因为他找到了 怎么样了解自己 和帮助别人的方法 这就是个菩萨呀 所以你们要记住 师父这句话 找到了了解自己的方法 和帮助别人 他智慧 就是菩萨 不要去看 当下的惨不忍睹 因为在人间 实际上 你看到的都是惨不忍睹的 你看看医院里 你没有到医院 你就以为 医院不开的 你要是天天在医院里工作 你就看到的 天天都是惨不忍睹的事情 救护车救过去的人 各个都是 要么车祸 要么急诊 要么起转不过来 他都存在了呀 只是你没看见 你就以为 没有了 所以当下的惨不忍睹 实际上 你要知道 那就是我们自己 素食的业障 所为呀 这些业障 让我们拥有了业报 你长久的不当心 自己的身体 你终有一天 身体会不好 你长久的得罪人 你终有一天 被所有的人唾弃 你经常动不动 跟人家吵架 你这个人 没有人缘 没有朋友帮你 没有人会爱你 一个人在社会上 没有人爱 你说 他怎么活 孩子不爱你 夫妻之间 父母亲的爱 老师的爱 同事的爱 同学的爱 这种都是爱呀 如果你连这些爱 都没有了 你说 你活在世界上 你怎么能够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温暖 所以很多人很痛苦 说我孤独啊 你去看 自闭症的人 都是孤独的 因为他得不到爱呀 那么想一想 为什么你得不到爱 因为是你没有 给别人爱呀 所以师父叫你们 越苦 心中越要有佛法的依靠 你今天苦了 你就要想到 我有观世音菩萨 有佛在帮助我 我可以靠 你迷的时候 师父说了 有明师度你们的 很多人一辈子会 很多着迷的 搞不清楚 有没有师父啊 要度你们的 所以一直度到你们 成佛 然后要离弃人间的 恶念 恶行 你要成佛 你又不想离弃自己身上的恶念 恶行 你怎么成佛 你今天是个猴子 你想做人 你怎么不要站起来走路 怎么不要把自己的尾巴给割掉 你说很痛 站起来走路很难 那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人呢 你今天要成菩萨 你怎么不要把自己身上的贪念 恨念 秤念 全部都要去除呢 所以你在人间 是在造业啊 所以一般人不学佛 你说我是在生活 实际上你就是在造业啊 造的什么业呢 有的时候是善业 有的时候是造恶业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以为我在过日子 实际上这些业 为你的今后 造成的果 奠定了基础 所以锻炼自己的实修 从实修当中 饱受 一切 就是接受一切痛苦 或者折磨 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你 你要修的人 怎么会不饱受痛苦和折磨 你说你人家在玩 你要好好在家念经 人家吃山珍海味 你就必须要吃素 一切一切 人家用了很多时间打麻将 觉得很开心 你要念经修行 但是你获得的是极乐的善果呀 你在实修当中 你要接受一切痛苦和折磨 而获至极乐的善果呀 你开心的时候 人家都在生病 你不生病的时候 你有菩萨保佑 你是不是获得善果了 那么这些善果 怎么来的 就是在别人吃喝玩乐 而你在念经修行当中 得到的 所以要让自己的内心 要因修行 要懂得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我要懂得有个因 寻因修行 就是遵循这个因果的因来修行 熏因修行 要念佛 持咒 而不觉得苦 就是不觉得很苦啊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佛友 他们一念经就很开心啊 今天功课没做完 他们就觉得很伤心啊 一念经他就开心了 因为念经的时候 是你最好安静的时候 不烦了 没什么好烦的 不去想了 念经的时候想什么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感情上过不来 一念经就不想了呢 刚刚还在烦了很多事情 一念经就可以忘记 混乱的行为思维 因为我们每个人烦恼的时候 有混乱的行为 哎呀 这个动作 我刚刚不要做这动作 傻的让人家误解了 一个思维 哎呀 我怎么会这么想的了 把人家想成这样 我变成什么了 哎呀 我这个脑子怎么乱想了 要回归到平静自然 有什么了 不要去想又怎么样了呢 想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想了 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 只有造成自己 对自己的伤害 有什么好想的了 好好修备就好了 已经做出来了 怎么办呢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呀 你只能这样 一念经 哎呀 菩萨保佑啊 刚刚想错了 菩萨保佑啊 我刚刚做错了 菩萨保佑啊 我忏悔啊 那这是正在改 一直回忆着 我刚刚为什么说错话 我怎么在他面前 这么丢脸呢 我怎么怎么怎么 这一切只会伤害你 而不能帮助到你 所以 念经能帮助到你 回归自然 回归平静自然 会客服你 低档的心神散乱 档次很低哦 你去看好了 心神不定的人 档次很低哦 进不下来 这个这个 哎呀我不知道 你告诉你 这个就叫心神不宁啊 你说说看 哪一个 有地位的人 会平时 这么心神散乱 做有做想 占有占想 对不对啊 像这种低档次的人 一辈子 做一件事情 想很多 一辈子 做那件事情 想很多 最后造成 他的心神散乱 无法善事 你们知道什么叫 无法善事 这种人如果不学佛 死都没有好死啊 无法善事啊 就是没有办法 善良的事事啊 因为他们 整天脑子里乱哄哄的 不思归去啊 他们没有去想一想 我最后是到哪里去啊 你想了再多 你最后到哪里啊 你还是要死的呀 不思归去 轮回受苦啊 心轮回啊 行为轮回啊 语言轮回啊 一句话说的 不停地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就叫语言轮回 语言轮回 在心理学上讲 如果你经常的语言轮回 就是语言错乱 思维错乱会造成你 你看这个人 脑子有问题的 总是把自己的话会重复五六遍 这叫思维上的逻辑混乱 logic 它是混乱的 所以你跟这个人讲话 你就知道这个人 思维混乱不混乱 一句话不停地重复讲 是不是老年痴呆啊 讲一遍再来一遍 讲一遍再来一遍 跟你讲过吗 好了啊 那人家 你以后再跟人家讲一遍 人家就听了 你跟他讲五遍 他知道你还会讲第六遍 他你前面五遍 他都不好好听